荣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试着好精准普攻 在开局时候买小铁剑出门 到线上用精准普攻 分别A一下 第二个兵和第三个兵 这个时候用二技能滚线 就能轻松收完一波兵了 那这里要注意 在用完二技能之后 一定要直接向后拉升位 不要躲进草里 咱们的技能正在烫线 就算躲到草里 敌方也会有我们视野 那在升到二级后 不要想着单杀对面 买第二把铁剑 用精准普攻锁合线 记住啊 普攻五下再挂一技能 就能刚好吃掉满血核桃线了 那这个时候啊 如果打野没有靠近自己的小野 我们就可以用二技能 直接刷掉了 等到收掉小野后 第二波线差不多刚好交汇 此时在抢线时啊 只需要A一下第二个小兵 再用一技能直接滚线 就能抢完了 那一般来说啊 这个时间点 双方打野差不多刚好 刷到第二个buff的位置 我们可以站到这个位置 偷对面的赤甲兽 只要普攻七下挂一 就能直接收下 如果我们提前知道 敌方打野会抓对抗路 那就在正常抢完第三波线之后啊 来到这个套中 此时啊 差不多一分45秒左右 第二只河蟹刚好会刷出来 先普攻四下挂一 就能在第一时间 控住河道蟹 在吃完第二只河道蟹之后啊 我们身上刚好会有一件 允星加小铁剑 这个时候就是一波小强势器了 可以提前来中路 找一波机会 只要213 能同时撑到人 那就直接能秒掉 铜器啊 没有千雪名文的法师 按照这个节奏发育 四分钟左右 六级 我们刚好能做出暗影战斧 这个时候 可以提前在龙坑站好位置 只要213全丢 六秒左右 直接拿掉小龙 你感谢 这是一个射手 能拥有的控龙能力 等他出暗影战斧加气血之后 就可以用13技能秒人了 在前期啊 只要对面不连结 这种前期对线很强势的射手 就能用这个发育思路 也可以直接去中路 用挂一滚二的思路啊 帮中路抢线 在带着中斧一起控野区 吃两条线发育 在技能加点方面 我们建议是大家主一负二 李源芳和取得常规射手不一样 前期啊 不会做隐刃过度 在手感方面 可能会让兄弟们不习惯 主一的话 会带来更多的攻速提升 我个人感觉 体验会好一些 其实李源芳一直是个 抗压能力极强的游射 相对于其他射手而言 他的转线同时啊 还能保证自己的生存 就目前射手 这个生存环境 不论你是偶尔补位 还是专精射手上分 我都建议大家尝试一下李源芳哦 看牙688 每晚去的办 咱们不见不散